看着魏无羡捂着心口难受的模样,字字句句,好似在气血,温情琢磨着是不是扎一针让他睡过去,不想这些不开心的。 谁料魏无羡的画风突变,让他手痒痒,想要一针给他个教训。 我需要大笔的赔偿金来弥补我这受伤的心灵,温情都不记得这是第几次翻白眼了。 不过既然魏无羡都决定了让云梦将士照样付赎金,那他也不必手下留情。 阿宁救了他,还有偷出他父母尸体该多少钱来着?还有那一瓶灵气紫电,多少钱来着? 至于跟着江婉迎来的江家子弟大半是别家的细作,那跟他温情有一个铜板的关系吗? 既然披着江家的皮,那就还是让江家领回去吧,跟他有什么关系? 温情心情颇好的写着给江家的赎金清单,按照魏无限定的标准,这些细作们身价都不高, 就没个高于十两银子的。 不过别以为这就亏了,骂一句怡陵老祖和他们齐皇一脉的话可是一两到一千两不等。 骂得越多需要的钱就越多,更别提还有故意离间什么的对他们的阴谋了,必须算进去。 因此,这钱是一点也不少。 旁的修饰也是如此,众人都很好奇,魏无限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如果说是用鬼兵鬼江门去收集的消息,那怎么连别人三岁画地图的事都有? 对此怡陵老祖笑得满脸花开,声音明媚地如春水荡漾。 这个呀,你们知道梦魇这种邪碎吧? 我根据这玩意儿做出了很多东西,其中就有这回梦阵,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有,注入我的元神。 故只要踏进这个阵里,他们所有的事情都会通过这丝元神传回给我。 你们脑子里看到的东西,自然是我的元神整理后分给你们的。 肾,这世上还有这种东西。 温情皱眉,元神。 魏无限,这对你的身体会不会有影响? 安拉安拉,就只有那么一丢丢元神,不会耗费心神的。 魏无限挥手笑咪咪,我说了给他们准备惊喜,那就一定得准备。 那么多人被骗着来这儿围剿我们,总得让他们知道真相才是。 我可是好不容易做出了速回阵,保证他们全部身临其境地去瞅瞅我乱葬岗羽他们自己是怎么被算计的。 当然,就是那些罪魁祸首,也会亲临其中,看着自己算计人的一举一动,说得一字一句。 献献老贴心了,魏无限,继续笑咪咪,还有还有,等你们都写完后我再将这些账单都给他们看看。 保证不只是在山脚转圈的人,所有在这些来围剿我们的人,所在地盘上的人,不管是修士还是平民百姓,通通都会在梦中看到。 遗灵老祖无所不能,当然得给大家看看能力不适。 所以这些人丢人,丢到全天下了吗? 众人两眼放光,算账的清单不用说,那个身价嘛,就很灵性了。 好期待那些没来围剿的人看到一张张账单后的表情。 这可是战俘赎金所要书啊。 众人面面相去后,兴奋地继续奋笔集书。 这句骂公子的话有点粗笔,五十两。 还有这句这句这句,什么玩意儿? 这是污蔑公子母亲的身后名啊。 不能忍,三百两吧。 这句还算文雅不太过分,十两吧,不提山脚,拦捏两家修士们身临其境后的面色铁青, 罪魁祸首们的阴暗慌乱眼珠乱转打坏主意。 写好的战俘赎金所要书雪花一般飞向了各个仙门, 同时他们也都梦到了那一张张个人账单。 说是梦到,其实只要闭上眼睛就能看到。 看到身价时,纷纷露出一言难尽的表情。 嗨嗨,又不是楼里的姑娘,这还定了身价, 他们的三观碎裂了,一灵老祖果真那啥,还真是啥都能干出来。 当然,大家伙包括被困在乱葬岗山脚转圈圈的战俘们看到的都只是账单, 每个人都有单独属于自己那账,那是最显眼的,接着就是旁的,还分了家族在那放着。 撇开那些什么骂他们一句多少钱什么的账单后那个身价,那可是明晃晃之极。 同样是宗主,身价最高的能有十万两,最低的低到了不足一万两。 同样是长老,身价最高的也有八万两,最低的能低到一千两。 蓝家聂家的修士连长老到普通门生,大都在三万到五万之间, 个别一千两以下的那就分外显眼了。 两家额外要出的账单倒是极少,当然,额外账单多一点的,就是那些身价低一点的。 旁的家族那就逃不了好了,连三十年前传过魏长泽或者藏色散人不识流言的也被狠狠敲了一笔笔。 总之是一句话一个架,端地让人一言难尽。 而且,那还不是空口白话,为了让这些人知道他们乱藏港有根有据,不是污蔑, 还特地给加深了记忆,他们说的那些化石的情景会在眼前浮现,让他们记得格外清晰。 这是何等的能力,让人真的惧怕不已。 当然,这些就不是那些立身持证,真个被算计来的修士们理解的了。 毕竟,他们没干过这些缺德事,自然就不会有加深记忆,看自己当时嘴脸这个选项。 兰涅两家修士可都是因为兰氏宗主则无君轻信于人才烫了这趟浑水。 毕竟涅明觉认可兰家品性相信兰西辰,自然就跟着兰西辰的态度走。 同样,涅家性情,耿直极恶如仇,品性也是大伙认可的,死了那么多人,自然得寻凶手讨个说法。 这两根在仙门中绝对的标杆子成功带偏相信他们的一串串修士。 所以,兰西辰那句这个魏公子真是心性大变还真是害死人啊。 看着被人牵着鼻子走的侄子,兰起人气地浑身打颤,是他错了。 将他们兰氏宗主给交的不识人性事故,也不是,西辰在别人那里还是很正常的, 但一旦沾上异地脸方尊金光摇,那就成了傻白甜。 这个金光摇,真是人间一大祸害。 他的好折啊,因为他的轻信害的兰家聂家, 还有一些旁的相信他们的修士们枉死金灵台, 还给当作一把刀给忽悠到了乱葬岗围剿啥都没做的魏无羡,真的是。 这一刻,金光摇成功上升为兰起人心中的人间第一祸害, 就连被魏无羡定什么身价的憋屈也只是生生闷起, 倒也没有因此骂什么罔顾人伦之类的。 他古板迂腐归古板迂腐,但还是拎得轻的。 任谁好好的在家待着, 却突然被那么多人来喊打喊杀的也不可能不发脾气。 想想魏英以前玩烈归玩烈, 但除了弃前途光明的正道灵气不休, 跑去修纳诡异的轨道挖了温家祖坟惊扰仙贤外, 还真没做什么有诗道义的事。 这得是多生气才被逼成了这个样子。 蓝起人对修级轨道还真没什么大的抵触, 先前在蓝室魏无羡大放厥词生气那也是恨铁不成钢, 明明有那么好的资质却不努力修行, 听说在云梦时就天天下水摸鱼打山鸡射风筝偷连棚什么的, 简直是浪费天资。 交书欲人的蓝起人哪里看得了这种不知上进的做派, 而魏无羡在云深不知处也不收敛, 时时犯禁, 带着一众世家子弟不学好, 都跟着非纸条作弊了, 故而印象极差。 现在身临其境看了金家等对魏无羡的算计, 尤其金光瑶对魏无羡那个评价, 蓝起人虽对这些幕后黑手们行为不迟, 却还是知道反省的。 如果金光瑶说的是真的, 那么就是以前的他心存偏见, 目光狭隘了。 蓝涅两家的修饰, 看着自家那与别家不同的账单沉默不语, 对比别家的看来, 魏无羡对他们两家的印象算是不错的。 而对于蓝起人, 魏无羡还特别有著名。 蓝老先生虽也有骂他, 但那并非别家那种带有恶意的。 鉴于蓝老先生对他那三月的教育之恩, 所以骂人的话就不计较了, 再抵消一万两吧。 蓝起人, 老夫谢谢你还记得是恩啊。 一口老血堵在心头, 吐不出又落不下去, 狠狠在心里给自家糟心侄子蓝溪沉寂了一笔, 就等回去了再找他算账。 而在这一众身架中, 有人鹤立鸡群, 这人不是某家家主, 也不是某家德高望重的前辈, 而是那个金光善与娼妓的私生子金光瑶, 就连个平民百姓也可踩一脚的娼妓之子金光瑶。 他的身价在一众以万为单位各位数的身价中 杀出重围成为身价中的天花板, 足足三十九万两有余。 这仅仅只是身价, 金光善这个当家主的爹材只有可怜的四万两。 这,这。